大蛮人之士 都说人靠义装 马靠岸 生活中有很多长相平平的人 穿起华服的时候 整体气势马上就提升了 而民族服装这一块 无庸置于是最提升气质的 在中国56个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服装 大多数都是鲜艳明亮 让人过目难忘 在东南亚每个国家 也是有自己的传统服饰 在每年的各种选美大赛上 各国的家里都会穿着传统服饰 到台上展现着民族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自己的国家文化 好了 今天就要来大家来了解一下 各国的家里穿着民族服饰的美罩 大家有被哪个国家服装美到呢 安寒 好 第一个就是柬埔寨 高棉族女性服饰的彩色斑斓 而精致独树一致 每当有重大的节日庆典 柬埔寨人都会穿着传统服饰来参加 传统服装凸显了高棉族妙龄少女的 恶诺多姿和妩媚动人 柬埔寨女性的服装十分讲究 彩色鲜艳之外 花纹精致 今年受很多年轻的女性追捧 嘿嘿 不爱 那么第二 我们就来到越南 奥迪 是越南的国服 由上衣和裤子组成 上衣的上一半段 裤是中国的旗袍 长置脚拙 只有胸部勒紧 两侧腰收紧 从腰部开插 有一定的收腰效果 上衣和下半部分 前后两片裙 走路的时候 两片裙会随着风而动 奥带里面配有一件白色 或者是铜花色 长达腰剂的拓脚长裤 每个穿上 奥带的越南女孩子 都会显得格外的温婉迷人 好美啊 第三 菲律宾 Mestiza 连衣裙 是菲律宾女性 在重要的场合时穿的礼服 由于昂贵 蕾丝和刺绣的装饰而成 以及优雅和蝴蝶绣而闻名 这一种款式的裙子 因为前菲律宾的第一夫人 一美而打 马克思的宣传 而受到菲律宾人的欢迎 这一位前第一夫人的衣柜当中 具有5000多条裙子 它在意大利定制了各种各样的 手工相钻的鞋子 一度让一美而打 这些成为了集中的奢华代名词 第四 孟加拉 孟加拉国 女孩的长相十分的美艳 这里的女孩大多长着 大大的眼睛 高高的鼻梁 五官立体 而且饱满 骨骼中带有欧美的特色 但是皮肤并不是白色 孟加拉国的妇女的传统服装是 莎莉 在农村不论婚否 妇女都会穿上莎莉 在城里则是 已婚妇女穿上莎莉 未婚姑娘则多穿衣裤 第五 缅甸 女士上衣用着束布 或者是彩布而成 而现在的款式 会比以前更加的鲜明 此外 还会有肩上的皮筋 而皮筋的颜色则是 鲜亮的 缅甸 男女下身都会围着同裙 传统的女士同裙是绑带式的 更加现代化的则是 Gasun Menek组成 上衣通常是可以被称为 Baya 布置轻薄 多刺绣 可以作为装饰 野花 野草等 花式图案 灵敏多刺 这就是马来西亚美学中 所谓偏好的图案 裙子称为沙隆 以腊软Batik的方式而制作 彩色鲜艳 而且和谐 充满了鲜力明亮的热带风情 燕尼 印尼两耳服装 和马来西亚相似之处 不同的就是 印尼采用的是传统的腊软布料 巴提克 在巴黎岛的大街小巷 你们随时可以注意到 当地妇女穿上了白色蕾丝 下围围着所谓我们称的 CAMBER的蜡色软笼 并且细着一根腰带 CELENDER 前往寺庙进行祈祷 此生优雅的打扮 正是巴黎的传统服装 KUBAYA 更广泛的地理来说 就是代表着整个 印尼的传统服饰 好了 大马人之事 我们就告诉了 亚洲的传统服饰 还有哪些传统服饰 是我们漏掉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下个视频见